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每周二晚8点15分 敬请关注TV33车行天下 新西兰购车指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高杰 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有 新西兰基础设施制缓 政府成立新部门促经济发展 房地产市场低迷 获利空间依然巨大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还可以关注到的是 新西兰本周油价创历史新高 燃油消费税即将开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近日新西兰基础设施部长沙安琼斯宣布 将成立一个新的独立部门 以便新西兰获得改善其长期经济效益 和社会扶植所需的优质基础设施投资 部长在奥克兰举行的年度国际建筑研讨会上表示 新部门是在听取了相关行业和地方政府意见的基础上成立的 有关行业将通过新部门更好地了解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 从而获得更加的确定性 各部委也将从新部门获得更好的建议 从而确保长期规划和充足投资的实现 确保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正确的投资 部长说 新政府在刚执政时就发现了面临严重的基础设施赤字 但并没有具体的解决计划 虽然政府一直在努力调查这些问题 什么时候会对部门造成严重影响 但就财政部门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 无法有效地量化所面临的赤字值 因为财政部并不掌握各个部门所有基础设施项目的最新准确信息 而财政部也认为各部门本身也不一定清楚自身未来的资金需求 部长表示 社会要发展 经济要改善 政府不仅要关注未来 还要设立长远发展的目标 克服基础设施领域的挑战是其中的关键 这意味着要确保新西兰能够对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及时和优质的投资 比如医院 学校 交通网络 水利和电力 要向创新的解决方案保持开放 寻求所需的资金 部长说 政府已经大大削弱了基础设施赤字 未来五年的净资本支出将是先前五年的两倍以上 到2022年 政府将总共投资约420亿纽币加强对未来的规划 新西兰财政部将与关键行业携手领导详细政策的制定 预计在明年初向内阁提交组件新部门的备选方案 新的基础设施部门预计将于2019年底投入运营 尽管近两年新西兰房价一直在跌 但根据新西兰房地产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绝大部分房主依然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当中获利 今年一季度全国上市交易的房产当中 有96%的房主从中受益 受益的中位数为18.1万纽币 数据表明 由全国范围来看 售出的房产中有15%低于买入价 今年一季度交易的房产中仅3.9%低于买价售出 房主损失的中位数为2万纽币 奥克兰一季度低于买价售出的房产占比为3.7% 较上一季度的3.3%有所上升 损失中位数为3万纽币 但对于赚了钱的受益者来说 受益中位数高达35.2万纽币 基督城卖家赔钱售房的比例较高 约占所受房产比例的10% 损失中位数为2.8万纽币 但从历史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20年中 卖出的房屋销售比例低于他们购买的房屋 从房型来看 公寓增值较低 一季度上市交易的公寓中有11.2%低于买价售出 但远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53% 相比投资客 房主出售自住房获利的比例更高 在奥克兰 投资购房者一季度售出的房产当中有5%低于买价 自住者的这一比例为2.4% 在基督城 投资房产中有高达15.3%赔本售出 分析认为 以投资为主的购房者应入市晚 持有时间短 加上购房价格偏高 所以部分人获利为负数 而自住房房主通常是为了改善住房而出售自住房产 获利的概率更大 从全国来看 今年一季度售出的房产中 分别有96.9%的自住房房主和95.4%的投资者获利 近日 在最新公布的衡量城市规划和应对未来挑战能力的全球城市报告指数当中 奥克兰在24座城市当中为了第13 是唯一入选的新西兰城市 排名高于悉尼 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三座澳大利亚城市 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是第17位 该指数与移居城市指数算法不同 是通过分析城市的未来规划得出的排名 该报告中 美国的西雅图排列第一位 领先丹麦的哥本哈根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纽约和加拿大的温哥华 奥克兰市长Phil Goff表示 这个排名对奥克兰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目前应该着眼于如何解决住房短缺和交通等问题 他认为今年排名第13位 让新西兰更有动力去努力学习并追过北欧和北美城市的空间 该报告指出 奥克兰的优势为区域内几乎全覆盖了光纤网络 境内的公园 高架桥 温菲尔德广场的发展 及一家新模范艺术画廊的建立也受到了赞扬 在报告中 十分制的评分中 网络覆盖及网速评分达到了8.5分 而日常出行相关的公共交通评分仅为4.7分 奥克兰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规划改革 以及对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新轮投资 推动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地方设施的建设 这是能使奥克兰在世界地位步步攀升的一记强星计 市长表示 奥克兰面对的种种挑战 正在一步一步得到解决 政府将在十年内逐步投资260亿 用于解决住房 交通 环境和其他领域的问题 他表示 奥克兰议会将在未来十年内投入320亿 用于解决运输问题 其中包括造价60亿的轻轨 近日 新西兰移民局更新了自动化信息平台 能够联合新西兰警方实现信息共享 这个新的系统能让警察一周七天 每天24小时无限制访问 这让警察更容易在执法过程中识别个人身份 特别是当他们逮捕对象和怀疑对象 不属于新西兰公民时 这样的信息对警察而言则非常有价值 同时 这次信息共享自动化平台的上线 也能让警察向移民局共享信息 如此一来 在必要情况下 移民局能够针对违反签证规定的非新西兰公民 及时采取行动 国家司法服务监督员John表示 这样一个数字化平台 能够在未来监管那些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有记录的人 不同的政府机构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跨部门调查 在此之前 警察能通过该平台自动存取来自交通局的驾照头像 和人工从移民局调取的信息与资料 本次平台的升级是新西兰政府Progressive Steps Project项目的一个部分 也是政府对Smith Channel案件的回应 此前 一名因谋杀 性侵而被法院定罪的罪犯 因利用监狱电脑的安全漏洞 并在临时出狱时使用另一本护照 而得以逃出新西兰前往国外 近日 新西兰有车一族会发现 各地的人油价格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不论是奥克兰 惠灵顿 或者是南岛 许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首次突破了2.3纽币关口 无独有偶 新西兰交通部门近日也表示 下月将开始开征新的燃油消费税 据了解 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纽币对美元汇率走弱等影响 新西兰全国油价于近期上涨至历史清高 奥克兰地区虽然在今年7月 推出了每升11.5纽分的地区燃油税 但很多加油站的价格变动是落后于全国价格的 近日 全国范围内的油价飙升 很多加油站都将91号燃油价格调高至了2.329纽币每升 创下了历史新高 很多人都表示快加不起油了 有关负责人表示 因原油价格上涨了5美元左右 纽币对美元下跌了6个百分点 这都成为了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 新西兰交通部发言人也表示 将于9月30日开始实行新的燃油消费税 每升燃油将再加价3.5纽分 未来三年内每年都会多收3至4纽分的燃油消费税 这是10年交通规划草案的一部分 税款将为CBD至机场的轻轨等项目提供资金 新西兰AA协会发言人表示 国内油价在8月11日之前的上涨是没有依据的 燃油公司的加价行为不合理 然而尽管如此 油依然要加 车依然要开 对此您有何意见和建议 欢迎登陆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留言互动 新西兰缺老师众所周知 前段时间小学教师罢工还导致了全国小学生停课一天 而这一现象未来竟然有可能会终结 昨天新西兰第一个也是全球第一个数码老师 走进了小学教室为学生们授课 新西兰学生在全世界第一个享受了数码老师带来的便利 这位数码教师的名字叫Well 他主要传授可再生能源的知识 这个免费事情项目是由新西兰电力公司赞助的 专家表示 数码教师不太可能很快就取代真人教师 但创建该形象的奥克兰这家软件公司认为 这种技术是未来教育的关键 由于是数码人 所以一个班20多名学生可以分成不同的小组 他可以和多个小组的同学同时上课 对于每个小组来说 上课都可以是互动的 每个小组的同学都可以同时问不同的问题 而数码老师Well可以一一解答 学生可以和Well互动 了解风力涡轮机 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他可以测试学生并回答测试答案 另外Well被设计成为具有表情和肢体语言感知能力 如果学生对Well微笑 他也会以微笑回答 参与该试验项目的学生表示 与Well谈话感觉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 比如Siri是不同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并与他互动 就像是一个真人 正是这种双向互动 包括非语言交流 使这个化身与众不同 负责设计该数码老师的负责人表示 奥克兰地区常常被报道教师流失问题 数码老师有可能填补此空白 数码老师使用的是人工神经系统 能够以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 对用户的情绪做出反应 并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编程 判断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 他可以分析微笑 不安 沮丧 不同于看视频学习 属于个性化的教学体验 数码人在设计的时候有多个性格 当他与40岁或50岁的专业人士进行互动时 和与孩子们交谈时都可以采用不同的个性 现在使用的版本是试用版 也只在少数学校试用 下面请看中兴社发来的新闻 对墨高窟签念了30多年 年余五旬的美国教授史汉文 终于在2018年4月 如愿以偿地在敦煌研究院 开始了为其三年的工作和生活 近日在墨高窟热浪席人的午后 石汉文穿梭在如知的旅游人群中 细细地品味着每一个洞窟的历史印记 并不时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写写画画 石汉文告诉记者 从1987年第一次听到敦煌 就被多种文化融合交织的墨高窟迷住 尤其是他在美国高校里 担任关于中国宗教 历史 考古等方面的授课工作后 墨高窟就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他表示 由于自己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 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这方面的价值呈现出来 更大范围地去传播到国外 准备一个给西方学者 西方人一种敦煌学受赐 因为我想这是很重要 让更多人 更多西方人了解敦煌文化 中国文化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 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越来越多的外籍学者成为敦煌研究院的职员 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加入到该院的行列中 通过动态的交流 让敦煌研究院这样一个最大的敦煌文化资源研究实体活起来 加大力度不仅仅在保护上的合作加大力度 要在文化交流上的合作 让其他国家的学者 尤其是年轻学者来研究莫高库 让他们寻找在莫高库的壁画彩塑 甚至这个藏经的文献里头 他们的文化的因子 用他们去讲敦煌的故事 那我们敦煌的文化是不是传播的更远更广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与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月宾如思念 会成中秋夜 西点特工金牌大师 手工传承 精致优选食材 独具匠心 烘焙思念佳品 有盐有味 有西点特工 才是中秋 月宾定供专写 092000-0066 从森林的森林 到森林的森林 到森林的森林 NATURE 成为了一种能量的产品 在 Comvita 我们派出了一种高性化的高性化 我们叫PFL 这种能量 产品确认 我们的脂肪 产品 每个药品 帮助于保持 这种能量的 脂肪 和其他 其他 重量的 防止 它是一种 自然的 保护系统 和 非常 能量的 选择 对你和你家的 Resine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 Resine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适用于新西兰各地。 挖坑钻斗,石子挥田,旧房拆除,并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内加强,GTG土方来帮忙,欢迎致电092162888。 每周二晚8点15分,敬请关注TV33,车行天下,新西兰购车指南。